金融和平島漁師大街 商家忙著整理缸捕撈上岸的漁貨 但因為地面出現了高低差 加上店家這一側沒有排水溝 導致店家漁貨保鮮海水容易一流到路面 造成觀光客困擾 不是我們不改善的問題 只是說這個水要排哪裡 因為太久了 你沒有一個排水系統出來的話 從餐廳到我們賣場都有 實際到海鮮攤位前來看 少部分店家有設置排水系統 可以自行回收海水 不過多數店家和海鮮餐廳 抽取保鮮海水就直接排到路面 你這沒有水溝我們也沒辦法 所以必須會活的東西下車 這裡可以流啊 這邊你沒辦法 聽說會噴到客人啊 噴那個客人 想說我們也是無能為力不想這樣住啊 你活的貨回來要借 必須有水 我們也沒辦法 蝦大魚啦 他們這個漁師大街這個喔 這個路面上面又高嘛 他們賣魚的這邊比較高嘛 靠海這邊比較低啊 這水都往...水都往下流的嘛 對不對 你有水的話 你這車子啦 怎麼經過都會... 魚是大街 每到假日 外地來遊客相當多 但地面經常是大大景象 觀感不佳 金融市議員許瑞茨邀請了市府相關單位會刊 研議設置排水溝 那不管是民眾還是公車這邊啊 都有向我們陳情 因為其實我們和平島整個光光藍帶的一個發展 其實海鮮這一塊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這樣的一個魚市場其實也已經33年之久 但是呢 因為我們要餵有新鮮的海鮮 那當然是要用活水去養殖 那這個活水到時候就是排放的問題呢 這附近其實沒有相關的一個排水設施跟水溝 來解決這個排水的狀態 所以這些水呢 其實就很容易影響我們的路面 也會影響行人 也會影響我們整個魚市場的一個觀感 那這樣子的排水狀態呢 我們剛剛會看結果是希望在這個紅線以內呢 大概設置一個一尺寬的一個排水溝 因為這個排水的部分還是需要解決 那相關單位呢 我會請民政處區公所這邊來做相關的評估之後 那經費的部分我再來想辦法盡力去做爭取 那後續這個水溝的疏通跟維護呢 也是希望地方自治這邊 能夠自行來去做負責 那因為里長在地方觀察很久也有反應了 所以今天會看最主要是目的是在這個 在這道路跟這個邊部 能夠做一個類似的結水溝 把一些東西能夠結水 然後不要造成路面的污染 那我們後續大概 我先找公司來評估大概 長度來經費和多少錢 只要邀請相關單位 包含後續的施工發包還有管理單位 不能再做確定後 再來適中 然後再改善這個環境 魚市大街歷史悠久 臨近和平島採買海鮮 停車方便 用餐人潮更是不少 這次會希望市府協助做好排水設施 才能夠帶動人潮發展觀光 記者黃燒民記錄報導 在不少人潮發展觀光 好啊 來到這裡